第1461集 抉择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樱花宗居然隐藏在这种地方 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谁能想到学校里会是你们的老巢啊 看到大首领出来 池田之鹰从汽车里面出来 站在车旁说道 池田小姐 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该做的我都做了 我们也在弥补我们的过失 山口组织是要赶尽杀绝吗 他猜到了池田之鹰约自己见面是假 想要跟踪自己是真 自己确实是不该轻易地相信对方而见面 当时真是糊涂了 把莫小玉交出来 否则的话我一把火把你这里烧了 池田之鹰已经在努力压制着愤怒 这愤怒不是来自于大首领的欺骗 而是白鹿和小飞花对他的折磨 以及那些照片和视频随时可能流传到网上的煎熬 在他的思维里 中国人是不讲信用的 要是不想受到威胁 就一定要把那些东西都拿回来 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找他 大首领问他 没错 把他交给我 没你的事了 好 你等着 大首领说完掉头走回了院子 问了不少人 才知道莫小玉已经去了鹰木真子的房间 池田之鹰来了 他要见你 否则的话就要烧了这里 大首领说道 池田之鹰 他怎么找到这儿的 莫小玉皱眉问道 他心想着这樱花宗不是号称 世上最隐秘的刺客组织吗 就这么被一个普通的山口组发现了 大首领一时语色 但是面对莫小玉的质问 他不由地深吸了口气说道 是我不小心没有注意到背后有尾巴 被他跟踪了 哦 是吗 这么巧啊 不是你故意的吧 真子 以前有这种事情发生吗 莫小玉问鹰木真子道 从来没有过 大首领 你这是在报复吗 不惜已毁了樱花宗为代价 鹰木真子质问道 我没有 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 大首领也觉得自己很委屈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现在只能是想办法弥补 埋怨显然不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鹰木真子并不想放过他 说道 大首领 你可知道 我们刺杀的人中 有多少人一直都在想着报仇 这下好了 你把樱花宗的总部暴露了 现在想想 不知道多少复仇者 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 这话让大首领浑身发冷 没错 这也是他担心的 他在见到池田之鹰之后 来这里的路上 就在想着怎么解决这事了 没想到始终还是没能绕过去 被鹰木真子一语道破 真子 很危险吗 嗯 即便是我们隐藏的再好 每年依然有樱花宗的同门 被杀或者失踪 但是这里从来没有暴露过 这下好了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离开 恐怕被端窝的可能性都有了 鹰木真子说道 墨小鱼在房间里躲着布 大首领已经是心急如焚 因为樱花宗不单单是刺杀外国人 还曾刺杀过日本政要 要是让那些人知道 樱花宗就在日本东京一所中学里 那么他们分分钟都能杀到这里 宗主 再不决定就来不及了 紧急之下 大首领居然跪倒在地 承认了墨小鱼是樱花宗的宗主 只要樱花宗还在 他就有翻盘的机会 但如果樱花宗都不在了 即便把墨小鱼杀了 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呢 哼 看来你真是急了 不过我去见池天之英有个屁用啊 墨小鱼问道 我不知道他找你干嘛 但是如果你不去见他 不等到其他人来这里 山口族也会把这里烧了 所以 宗主 为了樱花宗 请您务必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啊 大首领一躬到底 足足有九十度 好吧 我去见他 看看他又要见我又要杀我 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你也应该有点诚意吧 墨小鱼看向大首领说道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我这里又有一种毒药 你既然承认我是宗主 那这点事能办到吗 把这碗毒药吃下去 我就樱花宗 否则的话 我带着真子回中国 你们的死活 我不管 墨小鱼 微笑着说道 我有信用 偶尽 我带着呀 祝贝